幕僚表示,如果郭台铭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都有时间,不排斥见面聊一聊,亲民党对此表示欢迎。 而在立委方面,时代力量与民进党整合陷入僵局,时代力量高层表示, 严理在台北市第二选区以及新北市第三选区都推出人选。 以上新闻由陈晏伟编辑播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请到的候选人呢,他担任过云林的县长,他也是大姐的。 这一次呢,他在最后的关头被党中央拜托出来要选举,为什么会这样呢? 请到的就是,各位猜到了,苏志芬,苏委员,委员长。 早,可可姐早。 好,非常欢迎你啊。 那同时,因为大家都知道,云林啊,所面对的就是,这个绿营的地方派系, 这个所派出的候选人,其实张家军我们也约访他很多次, 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他来上节目。 现在他的办公室还在安排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的访问啊, 因为我们节目在台北啊,各位要选举的委员啊,都很辛苦。 我们也非常谢谢大家这个帮忙啊,让选民们做抉择。 所以张家军委员呢,也在安排当中。 那这一次的选举呢,是这个张家啊,对这个苏志芬啊。 苏志芬不算苏家吧? 你们没有家,没有家,不过你们在地方也很这个长久了。 好,这个在中部地区的这个选举呢,几乎可以说是地方派系的一场缠斗。 而这些地方派系都非常具有这个强,这个长足的经验。 他们一般来讲形象并不好,可是呢,他们在选举上面呢, 却能够这个连连获胜。 我们今天就要探讨这个原因啊。 那继续为各位所介绍的就是在这个云林旁边的挑战台中的地方派系的这个立法委员候选人。 他是,大家也猜到了,年轻的陈伯伟,伯伟早。 主持人早,大家早。 好,这个严清彪先生跟严宽恒先生也, 其实我的电台节目也访问过他们很多次, 我们也这个陆续的邀请严宽恒先生啊。 好,这个两位的立法委员候选人啊, 这个一位是年轻的陈伯伟,一位是苏志芬。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南方桥的跨港大桥的这个, 它的这个垮跳来,最新的消息我们告诉大家一下, 有三位不幸往生啊,历难的尸体已经发现了, 那还有三位在失踪当中是,这个可能, 当然,我们大家判断可能凶多吉少。 那这个案子呢,它基本上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是台风之后,这个南方桥的跨海大桥呢, 这个跌下来啊,是不是维修的问题? 今天看起来,交通部的部长, 他已经要组织一个这个专案调查小组, 昨天的林嘉文部长跟徐国文部长, 还有在地的宜兰县长林斯妙, 以及这个相关的蔡英文总统, 也都来到了这个地方了。 那断桥事件,这个我昨天看到, 它会不会变成了这个2020年总统这个逆转选举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当然,其实我问的蛮政治化的, 但是选举就很政治, 所以请教一下苏之芬这个委员, 因为你在政团这么久了。 你做过几届委员呢? 我做过第二届,现在是第二届立委, 做两届的宣长。 两届宣长? 在宣长之前你没做过委员呢? 做过立委,我先做立委。 所以你做了好几届委员, 那个是三年的委员。 第一届立委的时候是当三年。 当三年,后来做两届宣长, 然后现在这个上次选举, 你是打败的。 你们在地方跟张家缠斗那么多年了? 最主要是张家在云县, 他们跨组了很多, 很多就是很非典型的政治势力。 所以从第一届你当立法委员, 到两届宣长, 到上一次打赢呢? 应该是张家的儿子, 对不对? 全部都是跟张家在缠斗。 好,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张家的代表张家俊小姐 也可以来到我们节目, 等一下我们再问一下这个苏志芬这个委员, 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告诉大家。 你怎么看这个? 这个南方澳事件。 因为今天早上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媒体就说, 要去追究当时的宜兰县的县长, 那个在盖的时候呢, 盖的过程是游锡坤县县长做县长, 那后来就是刘守成做县长, 接班的时候呢就落成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二十年来, 其实有国民党执政, 也有民进党执政, 那现在是国民党执政, 那看起来哦, 果然就是你在维修上面, 对桥的主体没有注意哦, 就是他们维修不是只有管那个, 这个什么一年八百万啊, 周边的这个清洁啊, 或者是等等, 那个钢索并没有维修,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依照你的做立委的经验, 你的立委是什么委员会? 我在经济委员会, 经济委员会, 那你应该懂得很多了, 那这个到底是中央的责任, 还是地方县市政府的责任? 我觉得就行政层级来讲, 行政层级来讲的话, 比如说当时如果是省政府的时代, 在盖的时候, 那当然就是省政府的话, 所以算是一个层级, 那么后来的话, 比如讲说省政府虚企化以后, 那在中央还有地方, 那么这座桥的话, 如果按照它的造桥的规格来看, 我想是一个地方政府, 当年在盖造的时候是, 它是没有能量, 好, 那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 建造这一座桥的时候, 思考到说, 它滥用的延线大概是多久, 那在我在谈讨论第二个层次的问题, 就是维护或是保固, 那维护保固的话, 那么主管机关的权责又是在谁, 我觉得这个权责大概是要厘清楚, 但是一座桥, 通常我们的寿命来讲, 我们就讲说, 一座桥最近马上寿命的话, 大概正常, 大概有40年或是50年的年限, 那这个桥如果是才20年, 那很明显就是这座桥的年限的话, 是短了一点, 那到底问题是出在是, 当初的设计就不对, 或者是说后来的事后的维护的管理的问题, 我想这个都是有待要厘清的, 有待要厘清的, 对, 这个现在大家都说断桥的原因要这个寻找, 各位知道, 这个跨海大桥是亚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设计的, 那在1998年6月完工, 也就是民国87年, 当时还是有省府的, 那由苏澳港务局管理, 那桥面上有一道白色顶拱造型, 跨距桥长140公尺, 桥宽15公尺, 整座桥悬在南方澳的渔港上方, 去年的宜兰的情人节活动, 以这座桥当作夜间造景, 每天有这个非常多的渔船, 在桥下进出, 那现在看起来, 这个如果从这个在野党的角度, 这个基金党也算在野党嘛, 来监督的话, 那应该是从哪些这个主题也来切入, 我们看到大概五个人的判断是, 专门应该很快给一个答案, 对不对, 给一个调查这个报告, 然后要找出责任归属。 我昨天的新闻片段里面看到, 这个新建公司有提到说, 他有规列两次一次400万, 一次800万的全面检查, 那检查之后呢, 他们的说法, 新建公司的说法是说, 他们有提出, 刚然的这个问题, 那但是并没有被县服, 或者是说这个, 不管是哪一个单位啊, 就是反正他的意思是, 我检查出问题, 但你们没有去处理, 才会导致这样子的原因, 那我想这一个说法, 是目前唯一一个跟, 呃, 事故原因有关系的说法, 那当然还是要看, 呃, 相关单位去厘清, 我想这是, 国家的, 的, 的不幸啦, 一个灾难啦, 就是, 他刚好也是台风跟地震之后啦, 对对, 所以, 变成政治口水就不知道, 但是今天我看, 报纸还好啦, 就是, 大家未来会怎么发展, 因为有人说要去追究这个, 呃, 执政的县服, 现在最重要的是, 当时的年限是多少年嘛, 对不对, 这种喬杂啊, 全世界, 据说啊, 就全世界就两座嘛, 这一座跟西班牙的一座, 那才二十年啊, 而且呢, 这已经变成国际新闻, 那国际的媒体, 已经在这个报道, 那, 呃, 这个大家都看到那个画面, 那个画面是很惊悚的, 那, 嗯, 教育部长, 呃, 今天呢, 也告诉我们他的专案小组调查, 那全面加强桥梁检测, 而且最快速度的盖新潮, 最重要的恐怕是应该是找出原因, 而不是互相纠责, 还有灾难的, 这个补偿补救, 因为已经有五百快六十艘鱼船, 现在困在这个港湾之内, 因为台风的关系, 他们本来就躲台风, 没想到就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非常谢谢两位这个, 立法委员的候选人来告诉我们, 好, 我先这个请教一下苏智芬委员, 你本来这次, 这次你们民进党提名云林宪的立委, 不是你啊, 那为什么这个林郑换人, 就是因为对方太强了吗, 这样子好吗, 你的时间够吗, 四年前我参选立委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也是党征召的, 四年前我参选立委的时候, 也就是说今年, 今年参选立委, 也是民进党征召, 但是同一个选区, 比较到同一个选区的候选人, 你的对手会说你根本不想选啊, 就要党选啊, 你根本不爱地方啊, 我是幼灾的, 原来的生涯规划是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没有想要继续再参选, 生涯规划是没有想要继续再参选, 就想说把棒子都要交给, 交给中生单, 但是去年因为五合一的选举, 在阴县选情, 是几乎是真的是选得不好, 有些的乡政长也失利了, 还有金融县长的话, 也没有继续再连任, 那其实这个对云县县来讲, 整个的基层, 其实是有点, 就是笼罩了这样子一片乌云, 它笼罩这片乌云, 其实还不是说, 我接受党的征召的最主要的理由, 但是党的征召来讲, 当然党的层次的话, 有考虑, 有考虑到一个, 就是一个云县县, 整个地方的一个民主的一个基盘, 让张家的势力这样子, 不断不断的这样子蔓延, 不断的扩张, 不断的滚动, 其实这对云县县的民主的情绪是蛮伤的, 所以你的, 你就公开说, 你们接受党中央临阵坏人, 然后出来参选, 主要目的, 主要的这个使命就是要对战张家的势力, 因为现在的县长是张丽善, 是张荣卫先生的这个妹妹, 然后你要把这一席立委来保护下来, 如果没有的话, 那云县会变成怎样, 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我再强调一次哦, 今天我们访问的所有的题目, 张家军委员来接受访问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会同时的询问他, 同时我们也邀访他, 办公室也在安排当中, 那袁坏横跟袁清彪, 特别是袁坏横办公室, 我们也在邀访当中哦, 这个希望有机会, 让听众朋友非常理解, 在这些非常特别的选区里面的选举文化, 究竟是什么, 这个选民到底在想什么, 马上回来。 郑蔡梅佐现在是怎样, 你那个曹天公是怎么回事呢, 郑蔡梅佐, 郑蔡梅佐啊, 那个曹天公, 他是支持谁啊, 他基本上现在应该是办推出的, 他退出张家的势力, 他们不说张家在那边, 张家在那边分裂是真的吗, 我看到报道, 可是在梅佐基本上, 他的势力大概, 一终就会退出, 还好, 所以现在最大势力还是, 可张荣卫不是坐牢吗, 哇, 他现在在牢里面的话, 他的会客室等同是他的战情指导师, 你有证据, 你们都知道, 好力夫啊, 真的非常力夫, 真的哦, 他跟年轻标结合, 跟萧景田结合, 云林, 台中县跟张化就很强, 这极其可危, 很危险,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他如果能够带动总统选情的话, 对蔡英文也不利啊, 可是我看, 我看民调上还OK, 当然因为民调是有年轻选票的, 这地方为什么永远都, 都犯不了身啊, 为什么台湾的, 最主要是基隆潭西, 他们没有年轻选民吗, 他基本上是有空的话, 他们就会差进去, 但没有年轻选民, 没有绝亲世代嘛, 那你还执政了, 你们执政了12年内, 就会被一次寒流给打扮, 我觉得应该是李敬勇很大的问题, 他哥也很直播, 那李敬勇还就是说中学会主委, 其实蛮反弹, 当然了, 你会希望谁帮你去主选, 李敬勇不会帮你去主选吗, 他高选会, 不用了, 那刘建国是要选吗, 你们有选海线, 你们是海线, 他对谁啊, 他对谢叔洋, 就是张艺山的父亲, 就是廖夫本的媳妇, 我的妈呀, 他们就是全面的, 这个应该, 我们把他布录啊, OKOKOK, 太不了解了, 好恐怖, 蛮恐怖, 这是你的文圈啊, 你是因为看到, 韩流家张家的, 这是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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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了, 就是, SUM, 新闻呛一下, 朱玉寇呛呛新闻, 好, 我们继续关心, 明年初的选举, 特别是立法委员的选举, 这个千变万化, 那有些国民党所提名的, 这个候选人, 是家族的, 是地方派系的, 刚才请教这个苏之芬委员, 为什么你本来不选了, 现在林郑被这个征召,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要对打这个张家的家族, 因为在云林这个地方, 是海线的选区, 就是你跟张家俊嘛, 对不对, 张丽善的侄女, 张荣卫的女儿, 那在这个山县的时候, 是民党提名的刘建国, 跟这个国民党的谢淑雅, 他是现任的, 云林县的副县长, 其实也是地方派系的人物, 他是调福本的媳妇, 调福本媳妇, 就是, 那你, 换句话讲, 我是很不客气的, 你们云林12年民进党执政, 结果在一个寒流之下, 就输成那样子, 不是很奇怪吗, 我觉得寒流对于, 去年五合一的话, 在云林县的选举, 我不能说没有影响, 但是我觉得, 影响还不是那么样的大, 因为云林毕竟来讲的话, 就是属于一个农业的大县, 那比较寒流来讲的话, 谭国瑜的话, 是云林的女婿, 他是西罗, 西罗的女家, 女家的女婿, 但是李家的旗手, 他的旗身, 他的旗身来讲的话, 就是周水溪嘛, 周水溪上面都是挖沙石嘛, 所以, 他们有执照的沙石业者啦, 李家分的爸爸, 但是你知道吗, 当年来讲, 在省政府的时代, 他们的沙石业者, 他等于就是一个治管, 自己管理, 就在周水溪的话, 就是成立一个连管公司, 当然是省政府有去协助他们, 就很容易致富, 对, 那这种, 你在周水溪上面挖沙石的话, 你跟农民基本上, 他们的关系是复杂的, 是对立的, 是矛盾的, 所以我认为李家的话, 在云林县的话, 能不能帮韩国瑜的话加分, 我认为是相当质疑的, 所以云林是一个农业县嘛, 非常清楚的农业大县, 那现在这个地方的农业的, 所有的这个实质的力量跟影响力, 还是操纵在张荣卫先生家族手上, 为什么, 你们执政12年呢, 张荣卫的家族, 当然长年来的话, 就是在农会系统, 农会与会, 北农会在掌握当中, 对还有水利会, 后来的话张荣卫的弟弟叫张启蒙, 他也把合作社长, 就是全国的理事主席嘛, 他也拿到了, 当然都有透过一个间接选举, 就当然我们的体制里头, 也有设计了一套间接选举, 但老实讲间接选举的话, 就是里面魔鬼就常在西凤里面, 那张启蒙也拿下了全国合作社长, 合作社长的理事主席, 所以基本上你只能想象, 用你的头脑能够想象到农业的相关的系统, 都有他们家, 都是他们家的, 都是他们家的颜色, 全台湾来, 所以那是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你会想到, 早年来讲的话, 黑道他们涉足了, 他们涉足的话, 这是八道行业, 但是后来呢, 黑道漂白, 黑道漂白的话, 进入到民间的系统, 或是征入到社团, 或是征入到比如讲的话, 像水利会来讲, 他是一个工法人, 像类似这样的寺庙啦, 或者是包括社团啦, 密密麻麻的, 你就发现那种从八道行业就转, 他们就转啦, 转涉入都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 那是非常非常可怕, 那因为也国民党长期执政, 老实讲话, 这个也是养足了啦, 养足了, 这样一个这么适逆的话, 一个慢慢这样子, 他们也九府相当的身, 我记得在阿扁执政的时代的话, 曾经的话想要整顿农会, 整顿农会的信用部, 把一些呆葬或者是经营不良的话, 就纳入合作金库, 但是后来就是前功, 对, 失败, 就失败, 所以那次的失败以后, 其实是让整个农业的改革, 农业改革, 我所谓农业改革, 全是农会与会还有水利会, 那农业的改革来讲的话, 就推和了一大部分, 所以他还是跟政治纠缠在一起, 那政治势力还是掌握在这些地方派系, 以国民党培养出来的人为主, 这是事实, 早年在我, 大概我妈妈那个年代里头, 其实是没有所谓什么民进党, 就是一个党外, 那党外的话, 我们在看地方的派系, 那不是说抠派、黄派, 没有就是黄派、黄派, 都这样叫, 不就是将农派、公所派, 所以在云县来讲, 基本上那种政党的意思是非常有, 那现在变成是张家派云林, 现在其实国民党的话, 在云县没有什么国民党, 就是张, 就是张家, 对, 所以过去早年来讲, 张维元是国民党的, 现在也退出, 也被他们排挤出去了, 许舒伯一样, 许舒伯现在在云县的国民党, 也没有他的立足之地, 所以基本上都包括说, 说整个的, 比如民众服务站, 还有包括国民党里头, 你可以看到都是张家的事, 所以你出来选举是跟张家势力对抗, 张荣卫先生不是在坐牢吗? 哇,张荣卫在坐牢, 我觉得张荣卫在坐牢, 来讲法务部可能要好好的调查一下吧, 什么意思? 整个法务部的会客室去查一查, 大概每天他如果特建, 他是住在哪个建牢? 二间,一定先二间, 那张荣卫的话, 一天的话会客会有多少次数, 时间有多长, 那是哪些人去接见? 像我们特别接见的话, 旁边一定会有人录音啊, 然后在旁边的话, 一定有人做个记录啊, 就有人在旁边坐在旁边嘛, 所以就法务部可以去把那个资料 调出来看看, 到底他每天见得到人, 你的指控还没严格的, 你说他有违法很多的接见来给你这样, 是不是有违规选举? 在那边的话, 基本上的话就是一片, 就是这样一批一批的话, 带进去会客, 所以我们地方的话都在戏称说, 那个地方像什么, 叫战情指挥所, 哦,好的, 苏智芬委员说, 张荣卫先生的云林二间做建访的地方是, 这一次选举的战情指挥所, 蛮严重的这个指控黑法务部, 这个是规法务部的什么事啊, 这个管理监狱的这个单位来主管, 那所以情况是这样, 当然这是苏智芬的这个说法呢, 我们也希望这个张家俊委员跟张荣卫先生呢, 这个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访问回应, 好, 这是违令的问题, 其实我还是要靠这个辞效你一下了, 那你们12年执政最后呢, 你们也没有搬回来啊, 也没有这个把政治革新啊, 是怎么啊, 为什么? 我就去那五合一的选举, 那李静勇实力, 我就是候选人个人本身有, 大概要副表决, 那这个现场做不好? 我觉得他跟基层有点脱轨, 你这样讲又会造成政治上的紛争? 那还有民进党, 还有民进党的话有些政策来讲, 那现在有改变吗? 你来都会解决这个问题吗? 当然是, 我现在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对啊, 以我过去的比较的话的, 在跟运县的这样子的, 我想这次选举对我来讲, 以前选举来讲, 对我来讲的话, 大概是几乎都是觉得非常的, 非常的比较有把握, 这次, 这次的话老实讲, 我觉得是, 时尚最痛苦的一次, 是是, 你上次被抓起来都还要积压, 什么都不害怕, 对不对? 这个比要被积压还痛苦吗? 这次选举还艰险吗? 但是我看到运县, 韩章势力的结合, 韩国瑜跟章家他们的结合, 我觉得这个在民间已经酝酿了一波, 一波大家有很担忧的力量。 是吗? 好, 我们下半小时再来, 请教这个苏之芬委员, 这个苏之芬委员讲话非常的直白, 人家在战场上面是一个女战将, 大家经验非常丰富, 只有20秒, 可是我要请教一下博伟, 你在台中跟严宽很打, 你打到现在, 你还有这个精力打下去吗? 有, 还活着, 人家是严亲标家族呢, 他们跟韩国瑜的河流, 还是非常密切的吗? 10秒。 而且在地方的组织上, 的确我们对年轻人来, 参政来讲, 第一个很直觉的感觉就是, 哇, 怎么到处都有他的人。 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会来, 继续席叫博伟。 余代粉, DJ推荐。 一样一片, 那种感觉, 这地方还有村长, 还有人的拜承处。 这不是他们的人啊? 我, 我第一次听到那个, 宗庙总统的说法, 我还觉得, 民主时代什么, 没有这种事情。 什么宗庙总统? 有一种, 有一个外号叫宗庙总统。 宗庙总统, 宗庙总统。 宗庙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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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觉得, 嗯, 还好吧,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 然后你就去参加某一个庙会。 他们跟我说他靠宗庙总统, 靠张荣卫靠这个中部地区就可以, 然后还有副昆起的操盘啊, 他们真正操盘的时候是这些人嘛, 对啊, 而且他们真的很多啊, 对不对? 我觉得好奇怪, 像以前来讲张家的话, 我们现在就两十年来, 他们就王宗庙总统, 他这样的地方就很容易变得起来。 那现在是王宗庙总统, 王宗庙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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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年年初的时候, 还洗开白桌, 而且像这里说, 怎么会洗的, 然后过来, 然后就是帮王宗庙总统。 帮王宗庙总统, 帮王宗庙总统, 因为六月的时候, 六月的时候, 韩国人也没有交往啊, 那那这王宗庙总统会, 他们去请客当然会, 当然会说, 韩国人一直在哪里, 但是, 他能跟你家的钱幻见到那里, 他能跟你家的钱幻见到那里, 一切, 爸爸总统是跟张龙合作的吗? 其实他王宗庙总统, 还没有跟张龙合作的, 但是后来就是女人? 怎么讲, 像你家来到, 我跟爸爸总统是贵的话, 其实他不是贵的, 他不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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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子现在, 还是女人啊? 那你家是, 如果他是国民党的, 才是女人的, 他就是女人, 他这次选生女人, 他不是女国民党的, 他就是女党的, 女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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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说在云林啊, 这些地方, 云林, 召唤台中中, 就是派系, 派系共和共和共和, 非常地奇怪, 你们也是很笨啊, 十几年都改变不了, 他会说你们自己民进党也笨, 你们也有派系的朋友啊, 就不会, 是女党的, 那就是女党的, 我没什么派系, 在女党的, 对, 是三头啊, 对啦, 你们一三头, 他你们三头, 那我也有, 也有不同的, 这个选举对你来讲, 选出了很好麻烦, 选业妹妹, 选出, 当家就蛮年轻的, 好嘛, 谢谢, 算细了, 我一次, 做两只, 那你做过两只啊, 他上面两只, 那你做过两只啊, 他上面两只, 要怎么能够好, 嗯, 这一只呢, 你住过两只啊, 他上面两只, 那男小小的, 谢谢大家 我觉得赖可能像这个下雨一样的来 哈哈哈哈 这个行举好像是赖 你等于说你真的就是正面对战 寒帐河流 而且他还有得加分 加分不是在云林都苦 而且他去台中好多次 但是好像他现在资历最高 而且是现 没有耶 可是蔡英文在台中是 等一下20% 好这次的这个总统跟立法委员选举 特别是总统选举蔡英文 这个领先的幅度持续在增加当中 昨天的TVBS公布的 蔡英文已经有50% 那大概他们应该是做了一些加权分析 那这个是领先韩规有12%左右 那持续扩大 而在其他的这个分析上面中间选民啊等等啊 都以都是非常的 这个是稳定的 那在台中市我记得放眼的民调跟 民调电子报名 他领先是20% 可是很多人告诉我说 你不要这个看这个蓝英的选举 那如果说是韩规于跟台中的张 就是台中彭黑派系 现在好几次都有李嘉芬去整合嘛 然后这个在云林更别讲 刚才苏之芬委员说张荣卫的云林的二间的 那个地方是他的选举战警指挥所 他希望法务部可以去调查一下 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去问一下法务部啊 那个那要请教 而且地方派系里面像彰化的萧景田 每一次造势都站在他旁边 对不对 韩规于旁边 然后还有这个花莲的也是 这个傅昆吉也是他的好朋友 所以很多那个董选举人告诉我说 你不要以为这些 这些像这个蚯蚓一样的 这种地下的这种整合的能力是非常强 而且他们完全跟王津平已经这个划清界限 所以我请教博伟你的感受 要讲真话 真实的告诉我们 你到底有没有胜算啊 在那个地方跟那么大的一个家族才打 可能你要打的是 盐清镖 加他的女儿 加他的儿子 那不是打 眼光很一个人 对啊 不过还是一定有胜算啊 其实大家都对这个地方 他只是做很久 可能爸爸家儿子做了三十年 但是他并不是每一次都越赢越多啦 或者是 因为民主的制度 他也不可能一路赢到 比如说我就执政一辈子 或者是连任一辈子 那在上一次上两次的选举 一次这个绿营的是输一千票 第二次绿营的输五千票 其实都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 因为在当选的数 当选的票数大概都要将近十万票 十万票的这个五千其实也非常非常接近啊 可是上一次是有海啸啊 是这个国民党碰到的大海啸 而且是民进党这个情势大好 那这一次 可是在 你觉得有变化吗 最近 在2016之前那一次 2013那一次 他也没有大海啸 也是差一千票 哦好 现在韩国瑜的民调 一直持续下滑当中嘛 那你怎么看这个 立法委员的选举的变化呢 哦我想 听说彰化好像已经有人在换看板了 哦你说换彰化的候选人不要跟韩国瑜同 本来有挂然后后来换掉 那当然他们会说是调整啊 我不确定 但是就是有这些事情嘛 那国民党他们一定也要想办法再找 如果韩国瑜持续下滑的话 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 但是哦有一件事情很现实的是 立委为了顾自己的选情 他们一定会先逃难嘛 这个我们从年初的时候 就主张这样子的时候 哎你们一直要支持他 一直要捧他 然后各样各式各样的这个笑话 然后摆出 然后再加上南营的这个民嘴护航 都会导致后面的事情会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你会变成 你说了一个谎 后面就要用更多的谎来补嘛 嗯 所以这个我想国民党 立委的选情是最直接反映的 嗯 他们最知道地方的民众 发现说 哎不行 这个如果支持韩国瑜 现在不是要选一个圣人 选一个超级大总统 宇宙大统领 现在又选一个选的是 我如果接下来四年看到他当总统 我会不会气到吐血身亡的那种 你的就我们现在在空站看到的 媒体上看到是这样 你在台中啊 你在那个选区里面 所看到的状况是这样吗 因为台中 我们现在有选举有些很特殊的地方是城乡差距非常大 对 像云林就很很 有的时候好像跟这个很封闭跟外界完全不一样 家族控制 然后你们那个选军难道不是家族控制吗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黄节在高雄重阳节的时候会被老人来呛 我认为我的这个形象并没有比他还要就是温和 但是我在台中宪选区跑活动的时候还没有被呛过 为什么 他们或许支持阎家阎清标活动 他们不一定支持韩国语啊 而且历史上在那边的总统选票都是绿的比蓝的还要多 可是李嘉芬已经去整合台中 上次他先是阎清标带着张青棠他们有一次嘛 那这一次他们这个上个礼拜啊 他就说不幸黑暗会打败光明有没有 他把这个廖永来啊 廖辽宜啊 他本来是民进党的 廖辽宜的这个红黑两派 全部都兜在一起 而且是李嘉芬去兜 那李嘉芬兜等于他爸爸兜 然后他弟弟李嘉在兜啊 那这个兜的架势看起来 他们就是要靠派系 然后效益 然后这个增加选票 由地方派系包围中央 然后他放弃一些天龙国的票 不是这样子吗 理论上 有可能是你讲的这样子 不过刚刚你问的 也是我在地方上感应到的这个民情嘛 你会不会太同分层啦 我有在跑啦 OK好 没有没有 大家看我明天之后 有陆陆续续在往上增加 我带几云线的案例来讲 比如讲说韩国瑜的话 跟张家的这个结合 但是张家俊的看板 我就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一块 张家俊的看板是跟韩国瑜 他们说很贵啊 台风库寄过完再逛 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安不安就好吗 我们这样子啊 这样啊 张家俊你如果好带 不然你就挂一块了 张家俊委员 我们真的很希望你快快来接受访问 你如果好带不然你挂一块了 我只要挂一百块 你会挂一块 他没有 我意思是张家俊就挂一块 你参韩国瑜的同款 就试试看 为什么没有挂 我觉得是张家俊 韩国瑜做了高雄市长 然后做了高雄市长 然后做没有多久 我们说做没什么 过来说 他就说一小时要选总统 我觉得韩国瑜的话 所以在台湾人 或者不管是电视上 或者在议会上 或者是他的造势的演讲会 韩国瑜给台湾的社会里头的话 是什么样的一个 他传递是一个 你专门讲云林好了 云林人会在意吗 非常非常的在意 她是云林女婿啊 非常非常的在意 在意她 但是我觉得韩国瑜的云林女婿 对她来讲未必是加分 OK好 未必是加分 可是这个对蔡英文选情是有帮助 可是你们现在立委选情 有很大的问题是 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 大于民进党 现在民党四处哀嚎的人都说 民党立委选会很惨 立委的话确实是这样 因为就是总统来讲的话 目前来讲是相对 感觉是比较稳定 那你苏识分委员 下来又是老将重返政坛这样选 不是啦 不是也不算重返 本来不要选 现在又来选 你的压力很大对不对 你怎么拖 因为是地方排行 老实讲的话 这种黑道 黑道的话 加上就是韩国瑜这样子 红 我就红黑 两个力量的这种结合 那么在地方 所以我们是试图要杀出一条路的话 就是告诉我们的乡亲 就是红黑势力的结合 会给地方带来这样的后患 您的乡亲是看电视啊 跨网路还是公园下面开港 会听Cooker的节目 也会看你的节目 他们是这样子吗 是是是 那这个讯息的传递是对的啊 其实电视上传递的讯息的话 对我们乡亲来说是影响很大 而且也是个算是主流啦 也算是主流 你们那边没有绑电视台的哦 没有没有没有 还在电视台保当小资店啦 之前也有 之前确实是有 但是现在云立县哦 我也感觉因为老实讲是拜韩国瑜之事啦 韩国瑜的话在所有的媒体 主流媒体的说展现出来的 我觉得有我们的政客人感觉 我们的政客人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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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有我们的政客人感觉 他很亲近我们的厅庭头前 那个王罗瑜伸 是啊好啊好啊好啊 他传递了一个讯息说 我是一个国民党提名的中选候选人 但是我的形象 我形塑造出来我塑造出来来讲的话 我就是一个王罗瑜伸 这个意思是说没有总统的版啦 有这样的有这样的问题吗 他如果当上就是王罗瑜伸总统嘛 对不对 他就是空口说白话 然后我就看不出一个具体的证件 那你问题是你自己要 你的证件 我看到你这个写的很多 其实你的证件其实比较政治啊 对不对 张家上场 因为你会怎么样倒霉法 那是你张敬勇 李敬勇自己输掉的还好意思 张家上场绿能助长 他的忧虑是红黑势力 韩章势力 对不对 那这个台商会返乡 张立山县长是这样说的 那当时有没有用 究竟你到最后关头决定 还是靠你们的派系的动员吗 对不对 其实张家个人 我就蛮认同博伟讲的 如果以一个个体来讲 比较严寬恒 严寬恒跟博伟来讲 博伟绝对是能力的话 就是永远超过一趟 但是严家还有像张荣卫他们家族 他们可怕的地方在那 还是在买票 这个指控非常严重 你认为他们还是会买票 他们派系的话 层层叠叠叠 这种层层叠叠的买票 老实讲的话才是我们的 我们比较害怕 上次在台中市长选举 严清飘跟张青棠他们支持这个卢秀燕 他已经赢了30万票 这也不能靠买票吧 我不晓得柏伟 你那边怎么样 如果我那边来讲的话 五合一的选举 哇 我们讲说五种选举 ABCDE A加上BA加上CA加上D 不然就CD一定加上个A 我觉得太恐怖 你民进党执政啊 笑死人啊 你法务部长在哪里 是嘛 所以法务部还包括调查站 还有包括笔站 所以检紧调来讲 真的是要大大检讨 我们有不断的反应 现在法务部长叫什么名字 我们都不记得 有啦 我知道啦 他是民进党这个提名的 你刚才说张荣慧接见客人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结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觉得那个结构的问题 就地方政府 我觉得那个风格 张家进出二街 我的感觉好像进出他们家的客厅跟厨房 哇 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说为什么会有那种氛围 会这样子出来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检讨 你知道吗 比方说一个特件 你一天的话你一个特件多久 特件一次 你一次的话进去你有多少人 比方说这种东西的话 一定都有内鬼啦 可是为什么民间的话 这种感觉是他们一批一批带进去的 但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韩国瑜跟张家 你知道今年年初 张立上刚当学现场没多久 就在湖北农会旁边有家餐厅叫上河餐厅 他是习开摆桌 把二十乡镇所有农会的干部全部都请过去 然后餐厅面的话习上就怎么 请大家支持国民党的王金平 因为他要参选总统 然后还在习上的话就公开就讲说 他们张家跟王金平的关系 不管是苏待还是苏待的事情 还是什么事情就对 他说都去找王金平就对 把他讲了像王金平像他们家的大恩人 没有几个月 我发现一个时间点 韩国瑜从香港回来以后 我觉得张家的态度也不一样了 那韩国瑜的讲话也就不一样了 那时候韩国瑜从香港回来 他不是讲 他不是讲被动吗 就开始有被动的 因为接受什么民进党的什么 国民党的 就国民党什么民调 你记不记得 他用的被动两个字 你看他讲被动的话 那时间点到在什么时候 你觉得他去了香港 见到某个人 跟背后的势力有关 那听说是 这合理的推断吧 听说是看眼明望懂支持他 这绝对是合理的推断吧 任何有政治sense的人 你都觉得有红色势力 在后面指控 指挥 张荣卫也受这个指挥的力量的指使 韩国瑜如果你到香港 你到深圳去的话 你去见一些某些人来讲 你说 你如果你半夜去见人家的话 你不讲人家不知道 所以张 黄金铭被关系 我觉得他是故意 他是故意投出一个讯息 我到香港去推销农产品 那我也见了中年班 我要一个县市首长的话 你去推销农产品 你跟中年班有什么关系 你是经贸 你为什么要见那么政治意味 那么高的一个单位 可是对你们来讲 我知道你这个指控 也是非常具体的事 我是合理的推断 核推断 他必须答复 就是云林县的县民选民们 在不在意吗 那你现在问题是说 蔡英文在你们那里也敏仙 对不对 因为韩国一路崩盘 可是你们立委选举 你面对的又 选情又不同 你们两个人打的是 派系家族 所以我不喜欢崩盟你们信心 我也认为我很有信心 因为我现在只有担心长 担心买票 你刚刚不说买票 我们地方的话 这一句话很好玩 柯文清听一下 那五个小孩 我只怕五个小孩 我不怕张家 我也不怕乌党 我就怕五个小孩 我也大家都喜欢五个小孩 要不然在选举的时候 五个小孩会发挥战力 那你们民进党的执政的 反务部要负起责任 还有选举的扫选 跟内政部也有关系吧 警察检调都要吧 我们等一下进一段广告 这个指控的人叫做苏志芬 也是民进党委员 这结果问题 好 马上回来 你果然是大姐当 你那边担不担心 我不担心 你不担心五个小孩 我们请那个啊 因为张家俊跟袁宽恒同来 你车祸民众不报案 警察是不能处理的 可是现在是地方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说要在云林去控告 连检警啊司法都在地方派系手上 这才是问题啊 你讲的是什么 我具体的 我具名的检局 你知道他就是不给我分案 你说哪个案 对啊 我以前啊 所以那个我听那个 我听他们说 为什么他们要在云林告人啊 他告那个张亚晴 告什么 这些人都是在云林告嘛 第一让你麻烦嘛 他是在云林告啊 我张亚晴还宣称说 他会去出庭啊 然后云林用他们自己的人嘛 可是他不是可以申请移转啊 可是这些讯息的传递 我觉得民进党的就是 那些地方因为人口老化 所以年轻人也变少嘛 对不对 然后到时候投票 也不能一直講 因為是民進黨 可是他們也說你們民進黨也買票 我沒問他們 他們說這些雲林 彰化 嘉義什麼這些地方都在買票 你竟然有哪有買票 書中也不可能買票 我其他我不知道 我哪有買票怎麼可能買票 那我一定沒有 你沒錢啦 彰化 買票很嚴重 對不對 都是靠買票的 我以前也是擔心買票 因為總統不好買 立法委員票好買 會 還是會買 總統也會買 總統沒有買 韓國瑜沒有 韓國瑜沒有 韓國瑜如果在一線票開了 開得難看 我都不曉得 欸 現在台中是讓多少票 聽說現在主頭也都不收了 沒有啦 我不知道 對韓國瑜來講 錢就趕快收起來了 還可以拿去買票 這麼難看 他不會買票 別人會買 對啦 日平 就是太細了 你剛剛講的就是 到現在我們都不懂 為什麼張榮為不支持王金平 因為 啊 書文言 其實最大問題是 王金平沒有名調啊 你怎麼說 對不對 你也是這樣啊 他為什麼要徵招你 是因為你有名調 他也可以支持郭台銘吧 我覺得他變得太快了 我這個 我可以 我可以 我這個就比較緊張 你兩位都老全 你剛剛在問你 他就是 地方派系到底是什麼 然後 他們到底在爭什麼 沒有錯 沒有錯 他現在最大里洋分的供應就是 台水烏青 他為他們掌握的 你掌握的權貌 你又扮演像全客的角色 好 關於 剛才這個 蘇智芬委員說 這個為什麼 韓國瑜到了香港之後回來 那個張家 張立善本來支持王金平選總統 結果張家全面改變了 他懷疑是 紅黑勢力的結合 那事實上 這個批評呢 這個 蘇智芬委員 前一陣子也在參選的時候 也說過 因為他看到那個 那個中國勢力跟台灣黑色力量的結合 那這個黑色力量正在幫派化 貴族化 用假庶民的幌子奪取公共資源 這個 你剛才講的幾乎是這樣 那張家俊曾經回應過說 你們民進黨 這個 違反民主操弄民意 玩弄民意的做法是 他覺得很意外 那這個 蘇老縣長 他叫你蘇老縣長 故意說他年輕了 小心 說的話都已經 能做的事 說的話已經做了 但是雲林一樣沒有改變 在他的任內 雲林也沒有脫困 希望雲林鄉親能支持 年輕人為雲林服務 然後李嘉芬就說 自己想做的事 何必推給別人 那這也是你們 民進黨最大的問題 就你們執政12年了 對不對 那12年內問題都沒解決 然後現在又說是 他們是黑道 跟這個 這個派系 跟紅色力量的結合 你將來你要對選民做 做這個更多的說明 蘇委員那個講話非常的這個 直率 我們希望你在選舉之前 多來幾次 告訴我們台灣的 這個 超越這個都會地區以外的 選舉文化跟政治文化 好 請教博偉 剛才這個蘇委員提到 就是過的小孩 才是最後決戰觀點 這個關鍵點 你的選舉 沒有 你自己沒有小孩 你也沒有那種 直上的過的小孩 你是要怎麼辦 沒有我們還是靠勤走 了解政策 然後做好服務 因為畢竟還是新的世代 以前的服務可能是 我真的要一個區一個里 一個鄉鎮村 找一個怎麼樣的調查卡 我們可以怎麼樣的 透過資訊行為 或者是說 怎麼樣的這個 做出區隔性 讓人家了解說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你就是要去打敗 這個地方派系家族了 可是他們有嚴慶標 嚴慶標的弟弟還是里長 那還有嚴慶標的女兒 又是台中市議會的副議長 他們有這個地方的派系的政治 然後還有嚴冠恆還打空戰 嚴冠恆的網路的銷破塊很有名 嚴冠恆還有自己的團隊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從旁邊看 你這個選戰真的很辛苦 勇氣可嘉 關鍵點在哪 辛苦是一定辛苦 但是沒有選舉不辛苦 而且我們 其實大家認識我 也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 所以這個本來就是 我們要自己想辦法 再更努力 不會 可是你真的是很有勇氣 不會啦 不會啦 民進黨在那邊有幫到你嗎 有有有 當然有 其實 如果真的在那邊 如果沒有 你公開呼籲一下 總主席有什麼資源 應該是這樣子講 就是我們 我們作為先鋒 一定是一直往深入敵硬往前跑 我們大部隊跟上 有的時候 跟著角度快慢 各個部隊不一致 可是我想 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 你不是去做炮灰的 嗯 不是不是我是要來贏的 不過 不過我想還是 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說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 就是地方拍戲 你也不缺錢 你也不缺權 你到底為了什麼 他有權才能夠有錢啊 有錢才能夠有權 你為什麼那麼天真啊 沒有沒有 我接下來要講的事情就是 就是 可是在這樣子爭奪權力的過程 如果你的這個 比如說 我們的生命 利益共同體 本來是 不管是王金平啊 宋楚瑜啊 或者是這個 韓國瑜等等 或者是馬英九 他命運共同體發現 是一個炮彈的時候 那這些地方拍戲的反應 其實是很快的 你現在講到關鍵就是 現在韓國已經變成 他們現在的炮彈 對啊 他們未來會怎麼變化 因為剛剛蘇智芬委員說 那個張家俊 他看到還沒有跟韓國瑜掛那個 銅框 銅框這個看板啊 那等一下我們也可以 請張張家俊委員啊 這個過兩天來上節目 幫我們說明 那你們那邊呢 顏寬恆有沒有 顏寬恆掛了大概一百塊吧 我沒有系數 不過真的差不多 我們有一條沙田路 是沙路到王田 就是我選區最貫通交通的一條路 我那個上面真的十幾塊有吧 而且他那個都是超大的 不過我請問你 顏寬恆跟韓國瑜是銅框的嗎 銅框的銅框 我的選區全部都銅框 那我覺得顏家還比張家俊的道義 真的 顏寬恆在台中搞了幾次 李嘉芬都 他們自己搞到高雄過一次 記不記得顏寬恆 然後最前上個禮拜 李嘉芬又到台中來呀 你覺得你這個評論也是 你是在挑撥張家 張家跟韓國瑜嗎 就事實評論 希望張家趕快改過 改進 趕快跟韓國瑜同況嗎 他改進 他原本學習跟相關 顏家還是說有錢是他們家的 顏家為了這個 還去得罪郭台銘 郭台銘還幫他們站台過對不對 顏家跟王金平比較好 還是張家跟王金平比較好 書委員 張家跟王金平 我覺得他跟王金平一定是最好的 厲害重突 厲害重疊更深是吧 張縣長 張縣長自己說過 他什麼事情 他們第一次都會想到就是王金平 都會找王金平幫忙處理 所以把王金平形容項目 是他們張家的大恩人 現在把人家反目無情 對 現在的話 原來是原配 原配被丟到一邊去了 好 這是所有的戰術 我們希望張家軍委員 跟顏寬恆委員 可以同框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這樣子選民才會非常清楚 你們到底訴求是什麼 媽媽 非常謝謝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